政府在租金援助计划下 首次直接给予符合条件的租户现金津贴 一些租户因为只租用了部分单位等 没能自动的获取现金津贴 得要提出申请 国内税务局表示 截至到这个月初 当局已经批准了超过2000个申请 预计下来还会批准另外3000个 来看记者洪宝玲的报道 这家游戏卡中心每月支付1650元租金 因只租用半间店面 业者没有收到政府自动发放的 租金援助现金津贴 负责人是在检查银行户头 发现津贴没有入账后 上网提交相关文件申请津贴 我大概是8月尾申请 差不多一两个礼拜后就申请到 然后就收到那个电子邮信 说10月1号那个钱就会进入户口 中小企业商会告诉本台 有少数会员因不同的原因 没有收到现金津贴得提出申请 首先我们就跟不同的政府部门协调一下 了解如何有没有比较快的一个方式 给他们一些信息 因为有时如果你叫他直接去上网 去一个网站还是一个网页 去填一个表格的话 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效的还是无效 国内税务局答复本台询问时指出 不是所有申请都会被批准 因为一些个案并不符合获取租金援助的条件 例如所租用产业必须符合商业用途 政府今年8月已向超过38,400名租户 而自己经营店面的业主自动发放第一笔租金援助金 这意味着租户能够直接收到现金 不会出现需要向业主索取租金回扣 而遇到困难的情况 新传媒新闻记者洪宝林报道